謝謝主席 主席各位先進請一下蘇部長 請蘇部長 賴文長 請問蘇部長在這一次 這個宮古航庫的董總大地震 你扮演什麼角色 我想行政院蘇院長已經說過 就是一個同盤的考量 不是啊你扮演什麼 我問你啊不是問蘇院長啊 你扮演跑腿的啦 你扮演公文的傳遞啊 你扮演小弟啊 跟委員報告 你有決定權嗎請問你 你有沒有說yes no有沒有 工股航庫的核定權本來就是在行政院 不是啊 那財政院是建議權 那你有建議嗎 當然有 有嗎這三個 台營的總經理台營的副總 申 義營 土營 張營的總經理 你有建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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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建議嗎請問你有沒有建議 你有沒有建議權 我就問你這個有沒有建議權 但他院長 講時候 我跟委員報告 在口味店他講時候 請問有沒有建議權 我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院長有徵詢 但是我也適度的表達意見 對嘛 所以就知道 那個TRIGG TRIGG TRIGG 扣盤機不是你嘛 扣盤機叫蘇貞昌嘛 蘇貞昌扣盤機來 我用這個人來 這個 蘇 蘇部長 你看怎麼樣 蘇部長 好 我去傳 結果當事人 接了三通電話 第一個 你們告訴人家說要移動了 然後又第二個電話又說 喔 等一下 第三個說確定了 不是明天交接而已 過幾天交接 部長啊 你把部長做太小了啦 沒有 你把部長變成是蘇貞昌的一個puppy而已啦 跟委員報告 跟委員報告 公股行股董總 本來核定前就是在行政院 核定前他沒有問題 但是 誰TRIGGER 誰建立是你建立啊 你部長啊 你要跟蘇部長拍桌子啊 今天我如果是你我就跟他拍桌子說 不是你叫我給他 而是說我來建立他好 然後請你核定 蘇部長要說 Yes No 不是他直接交就辦 大家都清楚嘛 這一次他直接交辦嘛 你是等於puppy嘛 跟委員報告 這個跟事實不符 不是啦 事實是怎麼講 你講 給你講來 今天國外電腦給你講來 講清楚 實際上 過程當中院長都有 你要講實話喔 請問這三個台影的副總是 你想到 半夜想到 他們三個這麼優秀 怎麼沒有給他升總金 你是這樣子嗎 也不是吧 也不是這樣 對嘛 不是嘛 就知道 怎麼是跑來的 我們都很清楚嘛 比如我跟妳講一個 藝營的總經理 那個叫蔡瑞 蔡什麼雪啊 蔡麗雪 大家知道 他就是蔡澤雄 他現在退休了 以前台影的董事長 他的基要秘書嘛 我們也知道 我們也知道 張營的總經理 叫什麼名字 叫黃瑞牧 他是 張彩虹推薦的嘛 張彩虹何許人也 是無賴人嘛 所以知道這一盤局 就是兩個key person嘛 一個key person 叫蔡澤雄嘛 一個key person 叫無賴人嘛 通通心潮流的 就沒有蘇建龍嘛 就看不到蘇建龍 我替妳抱不平啊 不會啦 妳要給我抱抱才對 裡面還是有 我推薦的人 妳講 妳講 誰推薦妳講 妳講 跟妳講啊 妳今天國務店長 妳要講實話喔 我不方便在這邊說啦 但是 要說啊什麼 不說就是妳默認啦 對不對 妳胡亂胡大街啊 我在跟妳講 整個主導叫 一個叫蔡 蔡澤雄 神力中的神力 新潮流 一個叫無賴人 他們兩個主導這一次的關谷的 關谷的航空 然後 蘇貞昌還大言不常叫 用人為才 笑死人 笑死人的笑死人的笑死人 叫做 用人為新潮流系 董瑞斌 你為什麼把他換掉 他做得不錯啊 雖然他是綠營的 為什麼 很簡單啦 董瑞斌找到原因 他說他不接受令友任用 讚 我給他泡泡 讚 女生給他令友任用 他說 我告訴你 為什麼被換掉 請問你 為什麼把他換掉 我想就是 他有他的階段性任務啦 他只做一年而已啊 階段性任務 拜託咧 我們都知道 因為他是謝長頂的人馬了嘛 跟這個沒有關係 當然有關係啊 還是你說 我就告訴你原因啦 你今天 老實講 部長 回去的時候你仔細聽 我跟你質詢啦 你應該暗字叫好 哎呀 賴文講錯我的心聲啦 我只是 蘇貞昌那個 真的 玩偶中的玩偶而已啊 他叫我怎麼做 我就只能做 可能啦 他的財政部長 做到這樣啊 來給你defense 沒關係 來 你說一下 我想 我剛才已經說明過了 過程當中 當然 院方都有 徵刑財政部的意見 對嘛 院方又徵刑你的意見嘛 就是他引力寫 我一直講到水取格 TRIGG 這個也不是啊 這個也不是這樣 道理講 我們的官場文化 你是公股的大老闆 是要你取格 比如說政黨輪替啊 比如說發生重大事情啊 對不對 你取格 然後院長說yes no 而不是院長直接交辦 讓你說yes no 你當然說yes啊 悲哀啊 部長啊 我跟你講 另外最有福的是 廖燦昌 他不是欺負們都沒有解決 為什麼給他當董事長 為什麼 他是鄭文燦推薦的嘛 都是新潮流化的 他原來是藍的又變綠的 藍藍綠的轉來轉去 好我佩服他轉來轉去 其實 部長啊 我告訴你 噴聽的啦 你們就把廖燦昌拿出來 當人肉三包 讓我們來打 你附送那個 台營那三個副總 去接一營的總經理 土營的總經理 張營的總經理 所以就說明修鑽到暗渡陳昌 真的 道道弟弟就廖燦昌 是拿出來給人家打的 因為反正他西日料無所謂 他是鄭文燦推薦的 所以 我們看到這次公股的 一個調動 真的我很難過啊 太離譜了 離譜到可以 唉 不知道怎麼說啦 我告訴我離譜中就離譜喔 竟然不會啊 真的 真的 你被賣掉都不知道啊 蘇敬隆可以被賣掉 你的部長當假的啊 來 我再跟你講第二個事情 你當假的 為什麼這樣講 來 你看 台營損失多少 綠能 綠能 還有什麼 華映 還有東南亞 整個來講損失幾十億啊 這樣子三個副總給他升官 還有你敢講 你敢講說你推薦誰 我不知道你推薦誰 對不對 你根本都沒有推薦 你就是人家叫辦 為什麼 台營出這麼大的疲漏 然後你通通讓台營的副總去 去 去裡面來講的話 直接的 直接去做他們總經理 一營土營 張營 完全打破過去的一個文化了 公會反彈得很兇啊 我今天是代表這幾個 銀行的公會出來講話 大家奉奉不平啊 一方面 奉奉不平 主要箭頭指向蘇貞昌 第二個箭頭是指向你 可憐你啊 這部長做得像王老五過日子啊 一天不如一天啊 蘇部長 你就是這樣子 你回答一下 我讓你回答一下 講一下 為什麼台營這麼差三個副總 可以去做總經理 可以這樣子打破 我去幹總經理 你告訴我為什麼 跟委員報告啦 事實上其中有些是在金控的部分 有些是在銀行的部分 那像 當然這裡面 最主要這個整個台營的部分 他們也負責的有一部分的是政策性任務 所以基本上也不能這樣子 你看 政治性任務 政策性任務 他是目前台營的 有一些政策性任務 所以他的績效好不好 你說不清楚我也聽不清楚啦 政策性任務 其實 其實你心裡想講政治性任務 我知道 沒有沒有 委員不要 委員不要 不要這樣子 什麼就不要這樣子 我就聽到這樣子 大家都在聽 信 對不對 來 這個部長啊 真的 你要裝精自強啊 你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 來 我們再看 你自己還自打嘴巴咧 以前說一堆 長照絕不納入 現在現在進入納入了 你長照納入要減免啊 你是不是蘇建宏打蘇建宏 到底我要聽現在的蘇建宏 還是以後的蘇建宏 你告訴我 還是以前的蘇建宏 以前報告我從來沒有說長照不納入 我說 我們在檢討的時候 我們長照一定會納入優先考量 現在納入了齁 納入優先 我一直以來的態度就是這樣子 就是長照 納入 現在納入了為什麼是現在納入 很簡單啦 選舉到了嘛 選舉到了時候要納入嘛 選舉到的不要納入 就說是選舉 以前早就該做啦 長照人這麼多 這個對財政部公平 我們是整體的一個考量 對長照是不是要納入 當然我們也會有評估 這代表我們維美的堅持是對的 你如果這樣子 我跟你鼓掌 你說從山入流 我因為昨天晚上睡覺的時候 半夜醒來對不起自己的良心 所以我該做 那我給你發不發 我從來的態度就是說 這個長照扩除了 我們在扩除了檢討的時候 我已經納入 一定會納入優先 好 另外一個我問你 你那個獎勵外資回來 到底你有沒有預估 8%10% 4%5% 你可以吸收多少資金回來有沒有 算過沒有 目前 就要看他資金回來的這個 額度是多少 講是要成本消費分析 估多少嘛 這個也很難估計啦 那因為最主要是外 這個是 都是在海外的資金 都是在海外的資金 最後一點 剛才人提到統一發票 我會跟你提一個 問一個問題 一萬塊的要交稅對不對 一萬塊 欸 統一發票得獎一萬塊要交稅嗎 是 兩千塊不要交稅 是 是嘛 如果兩張兩千塊不就跟一萬塊一樣了 你回答一下 兩張 兩張兩千塊的跟一萬塊不是一樣 兩張兩千塊各自兩千塊都不用繳稅啊 對啊 一萬塊就交稅啊 交多少稅 如果一張一萬塊的話 就是百分之二十 就是繳了兩千塊的稅啊 對嘛 所以我現在就 就說這裡面有很多這樣的一個結啦 你們要想辦法去幫他 是 當然 剛才 我想我們了解這個情況 不過我今天質詢重點還是在於公股航庫 你們 調動叫亂調動 胡搞瞎搞 只為了選舉 然後 便把公股航庫 變成新潮流化 這是 中華民國台灣這個地方 金融史上最黑暗的一面 謝謝 蘇貞昌還回我的話 叫用人為采 叫笑死人 嘿 騙大家都以為小孩子 蘇貞昌的用人為采 叫用心潮流為采 這股就贏了 很悲哀 這是最黑暗的一面 真的 我替尊榮界感到悲哀 這樣的調動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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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